錄影是因為是老公監製的關係 比較沒有親密的戲嗎 大家都以為最後一幕會親下去 天王周杰倫監製賽車電影 砸下三億台幣拍攝 更內局不必親 讓老婆大人昆霖主演 搭配帥哥曹宥寧 上演天才女車手和菜鳥宅男 在賽車場上熱血碰撞的 青春愛情故事 而昆霖也說了 這次最難的 不是當著老公面前 和曹宥寧親親吻吻 而是這個 比較難 就是一直不笑還挺難 不笑演戲對她來講蠻辛苦的 是不是 好 對 比較不是我私底下的個性 所以要拿出另外一面 這部電影籌備六年多 在2018年正式開拍 因為天王求好心切 預算一路從1.6億 追加到3億才OK 拍攝完成 確定2021年1月上映 但是首映看完 讓記者都滿頭黑人問號 啊不是談戀愛嗎 怎麼一場吻戲都沒有咧 這部戲是因為是老公尖姿的關係 是比較沒有親密的戲嗎 大家都以為最後一幕會親下去 比如說是永豪 這個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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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覺得親下去會比較好看嗎 我覺得 我覺得 好像可親可不親啦 因為我覺得 我們 愛情 不是這片 雖然它是 主要推動的 動力 可是它並不是 我覺得觀眾看到最後 並不是看到 他們的愛情開發結果 而是說 他們像一個家庭一樣 一起成長 一起了解彼此 導演陳奕仙先前說過 周杰倫有告知 不能拍吻戲 但不一定會聽他的 沒想到 哎 還不是真的沒有吻戲 先知周杰倫 愛玩車不是新鮮事 當年他就曾以頭文字滴中 飆豆腐車的本色表演 拿下金馬獎 最佳新演員獎 這次拍攝 給了導演不少建議 但讓昆琳扮演天才女車手 還是不免擔心愛氣安危 導演透露 周杰倫告訴他 如果是高難度動作 就不要讓昆琳上陣啦 盡量以替身演出 不過他自己開車 可是比狂的 因為曹佑寧就在片場 給周董載過 散不絕口啊